是策划总监 总监 不是总监 干不干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是活动策划 但是我希望 我的目标是策划总监 好 明白了 但是大的网站 大的网站 你举什么手呢 我没有很大啊 我一说大的网站 你就举手 我一说我们嘛 来 提问 赛哥 我再来和您确认一下 您是四年制的北达本科 对吗 对 所以说您证明了 您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在你读博士的时候 也放弃了博士学位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句话说 创业者是野猪 职业经理人是家猪 营作创业做八年 做了挺好 赚钱 也了八年之后 怎么到一个新的机构里面 去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呢 我希望能在一个大的平台里面 能领导一个团队 其实我觉得 也算一半是给自己打风发 我觉得应该是怎样 我也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野猪也惯了 放到圈里面不好养 我明白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告诉他说 我野了一段时间 但是也好养 你明白吗 你把这个 你要说服他们这个 来 我觉得碰到了好的老板 我是对他好养 那我去问一问题 现在比如说你去了木炎镇 因为你说你优势算烧钱 而不剩钱 这种情况下 你会把木炎镇烧死吗 本来盈利也不说 对 其实 不不不不 我到公司里面 不会是去烧 因为你还是说 你去完消耗能力 比如说百合网 我们的这个活动 大部分都要求是盈利的 你看你刚才给大家错误引导了 我觉得我们最初的盈利 都是靠他去推广羽毛球 比如说在附近学校做广告 然后顾客 他会知道我们这个店 他的目光非常的长远 其实我的销售能力 如果再强的话 如果没有客人过去的话 我估计也没有人的话 就是知道我们这边 然后我的能力再强的话 也发挥不出来的 其实完全靠他 对 是他的能力 我觉得他非常有眼光 欢迎来 你什么时候 欢迎来这找工作 等你们家店倒了以后 他真是 他真是一个好的 面对面的这种销售 力量太强大了 好 来说别 博林先生 我想问你的问题 就是还是回到 那个创业者跟职业经理人 就在你的简历里面 你提到 就是你理想状态 是无固定的工作时间 你理解的 无固定的工作时间 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做活动生化 应该是我的理解是 应该是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公司大楼里面 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外面 在外面 在外面干嘛呢 现场你也策划好了 你也得去看啊 或者说是 就是说你不喜欢待在办公室 也跟并不是说不喜欢 不喜欢full time的 或者是全部的 现在要找的是全职工作 对吧 对 这是个全职工作 但是就这样 这么说 国内想找一个全职工作 但是他希望这个工作不做伴 但是因为他 稍等稍等 静波留证的问题 我们下一轮再问 现在第一印象 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能力怎么样 第二轮大家可以继续考察 第一印象 各位先选择 国内逝去逝留 选择 好 不错 十二点灯 全部都亮着 来 发挥强项 慢慢聊天 天生会 二位先给一个观察意见吧 邹老师 他自己其实描述什么事 没有那么多华彩的语言 是 结果我会觉得 可是他又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他自己的经历已经证实了 他的行动力 他的才华 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 来 谢谢他 我最后的意见就是说 不论是家庭作坊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你的领导力 让他们知道 要证明自己的领导力 好不好 来 我看到你是七七年北大七七年生的是吧 北大放弃博士创业 这是很好的故事 我也知道很多北大新华的创业很成功的 做体育也是一个比较遭扬的行业 你刚刚讲你这个公司没做大 没有团队 你能 你反思过吗 为什么没有做大 没有团队 呃 其实主要还是缺乏资金 然后呢 我所有大学毕业的学生创业都没有资金 对 一个是缺乏资金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我缺乏一个当呃 大公司的一个总裁的能力 具体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姚总那样的岗位 所有大国 然后还有 不要不要不要 静薇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深海迈尔广告公司总经理张静薇 迈尔广告公司拥有专业的媒介团队 为客户提供媒介全案策划 威舍投放代帝 内容整合营销等 全方位媒介服务 如果现在不假设你是一个CEO 你只是一个策划的总监 总监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刚才你比如说你不要负败 那是不是代表着你不愿意接受监督 你的行为规范是否可以达到一个老板 可以很好的去运用你的这个程度 好像不是说 说他 比如说你不做班嘛 你在卖G2的时间都在外面 但我不做班的时候 我在外面的时间 应该老板也是可以监督到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他两个优点 两个优点非常办的优点 这是这里面一般的老总部达不到的两个优点 第一 他知道他自己不能什么 他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你正在寻找这种爆发力 你这个爆发力的这个思维路径 你跟我说一下 你想找一个大的平台 一定是你知道了自己有一个力量没发挥出来 这个路径告诉我就行了 好 谢谢 其实 我想找一个大的平台 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目的 其实 之前我想过自己去创建一个网站 就是类似于羽毛球的 或者说体育方面的那个门户网站 但是呢 我知道要做这么一个门户网站 他需要烧的钱太多了 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神奇的羽毛球网站的话 可能我得好几个亿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个神奇的网站 这么大一个平台在那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主要想法 还是想希望通过58这个大平台 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 你其实今天找工作 是想去58同城 盖一个羽毛球板块 应该说是体育板块 我的目的是还是比较大 你说说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就是准备怎么做 做一个定赏系统 做一个定赏系统 而且就是说 比如说做一个俱乐部系统 就是比如说我想打球了 我可以通过58这个平台 我可以很快找到 我附近的那个场馆 任何一家场馆 可以知道我这个场馆 什么时候有空 或者说我想参加一个 不是我一个人 那我打不了 一个人打不了 我可以参加一个俱乐部 我可以在58同城上 很快的找到一个 可以吸收我去打球的一个俱乐部 非常好 在我们那个 我们曾经想过的 那个要做的事情里面 其中一个 好好一会儿问一下 请问 对 国内啊 我真的给你建议 你不要去找什么求什么职了 你就自己创业继续吧 第一个咱这个当过老板 你心态 包括这这儿的老板 看你肯定有异样的眼光 不知道你新收费 这个这个我很清楚 我觉得他那个想法很好 前面他一直 我都没看出 他有什么那个策划专长 但你刚刚那个特别到点 因为我也爱打球 我不会打羽毛球 我会打网球 我常常苦于找不到人 大家很难凑 来来来 你可能调整说 你说完了之后 该该投票了 最重要的不是说 系统有多难实现 ERP系统有多难 所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实现 有技术 只要有需求 有用户需求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东西做出来 有没有人用 如果说有个人 特别了解用户需求 特别了解这个行业 是的 他们都把产品设计出来 系统一年做出来 关键是这个东西 那进关他可不是 一个线上产品的设计 对 我觉得就是用户需求 对了 抱歉 你希望新的环境中 你上司老板是什么样的 你希望 你未来的成长前景 是怎么样的 可能你追求不是钱 但是你新手要求是怎样的 好 把这三个问题回答完了 这是你在第二轮 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老板 是应该要给我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度 如果约束太多的话 可能我的能力会发生不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 你对新的有没有要求 最低最低 不低于两万就可以 但是我要求 是月薪 月薪 我希望我能在一个大的平台里面 占有一定的期权 相当于我可能 也算是在为自己打工 就是说可能 在打工和当老板之间 找一个平衡 有的时候求职者在这说的时候 我老拦着 别说别说 一会儿 以后有机会 咱找第二车去 但是国里那个 可知道什么是耳 放出去之后 能钓什么鱼 现在12位 12条鱼们 做好准备 你们是让调呢 还是不让调呢 现在说 哇 留下来的人不少吧 六位留了下来 来说一下职位 苏先生大街网 其实我刚开始 我觉得这个应该 只有大街网 能提供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应该叫 可以叫活动策划总监 活动策划总监 好的 来隔边 我们这个是一个 策划总监职位 主要针对 MBA学生的项目 对高校的 MBA学生的项目 好的 来 职位上负责人讲话 我现在 我没法确定 你作为总监 管理学生是怎样 我是要从一个高级经理开始 如果做好 咱们在上空间是很多的 高级的 策划经理 对 好的 来自 职名 来 MBA的职位就是你需要 就是你想要的 打造一个最好用的体育赛事预定 预约 包括参与的一个系统 这个项目本来就在MBA的策划里面 这个计划里面 好 你去带了把我们立马启动 好的 就是MBA体育的 这个项目的策划总监 好 来 子健 我能提供的是 让你天天能做策划 也是策划总监的位置吧 策划总监 我看好他 来 鲁宇千叶珠宝 我有一个推荐 就是李宁 我想大家都知道 李宁有一个羽毛球事业部 是两年刚刚在做 他是在打造我们国内的 我想如果你做一个清楚 我们整个国内的羽毛球的 这个推广工作 不管你讲的校园的 还是跟国家体委的 国家羽毛球队的 都是他们在做 如果你喜欢的话 他们符合你 无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 你的薪水对他们来说不高 如果你想去 我可以帮你推荐 李宁我很熟了 很熟 好 对于你来说 不用思考了 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灭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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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云 谢谢 谢谢 两家送的家 五花同城 走 华 亦 产美 产美 产全不相感情 这个周一样 都是策划总监 我给你的是产品策划总监 你就是58体育这条产品线的负责人 我对你有个小要求就是 我不希望你是在产品策划阶段 在运营之前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边 你需要跟团队沟通 需要开会 前期能够坚持把这个产品推出来 我给你的薪资 我不会跟你谈 肯定在你的要求之上 两万以上 并且你的产品上线 如果说有用户的话 我们会给你相应的期权 就是你给的今天是大于两万 肯定大于两万 好的 来 直接 我是这么看你的 我是说给你一个汽油桶 你是知道去翻火的人 但是我给你一个汽油空桶 你不一定找到汽油的人 刚才本来那个价钱 应该是在两万左右 我会出 但是看来就最后一瞬间的交流 你出了一点点障碍 一点小问题 就是他明明这么热忱的 热心的给你推荐到里面那去 你应该说谢谢 还不是说我认识里面 这搞得人 推荐的人很尴尬 对我给你打折了 谢谢 在两万以下把打折了 直接给的薪水 一万五 一万五 好的 那个我再补充一句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人做好事情的 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你要做一个 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没人做过的平台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挫折 很多困难 但如果说你真的喜欢这个事情 你能把它克服过去 好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他需要有追问的问题吗 可能台上不需要了吧 这个 你这里藏着多少心思呢 这是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华裔传媒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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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